這個其實主要是因為我是覺得這個CreditTable實在是相對簡單很多啦 因為它的魚你看就沒有幾行程式很快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直接就放到Excel 這太方便了 所以CreditTable這個物件真的是效力也蠻快的 然後又簡單 那可是跟各位講這個CreditTable等於如果在微軟的Excel裡面 它算是比較舊的物件 也就是說新的版本在2016以後的版本 它已經不用CreditTable了 所以這個範本等於是舊的版本拿來用的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新版可不可以跟各位講它有向下相容 所以新的版本也都可以用 那如果假設你今天用那個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裡面有錄製聚集 我這邊底下有一個用2019年的錄製 你會發現它現在改成另外一個物件 叫Credit物件 這個Credit物件的話 其實它複雜度就很高了 底下就錄下來的程式 而且我已經精簡過了 但是再怎麼精簡也不可能看 而且裡面其實有點複雜啦 那為什麼我沒有特別用那個底下這個Credit物件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真的如果相較於CreditTable 真的複雜太多了啦 OK 那你說不能用嗎?其實也可以啦 以後如果你要解決問題 一樣可以拿錄製聚集的程式來改 那只是說它的流程就變複雜了 我發現它基本上 是先把資料先抓下來 放在一個記憶體的記憶體的一個表格裡面 然後那個表格其實它是虛擬成一個資料庫 資料表 然後再透過C口語法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還有一個C口語法 去把資料給抓下來 我覺得有點把資料弄得太複雜了啦 OK 所以如果假設沒有特別的因素 我可能還是暫時不太會喜歡用Credit 如果Credit我可以用那就用簡單的嘛 沒有人說喜歡用複雜的程式來解決問題嘛 OK 所以這個給各位參考啦 如果你假設你的版本是新的 那你可以錄製看看 得到的應該會是一大堆複雜的東西啦 那你要說怎麼錄 其實主要就是一定每個版本都會有這個資料 資料裡面的話一定會有這個啦 我開一個空白的 資料裡面一定會有個從文字檔 那從文字檔 新的版本好像多一個斜線CSV啦 其實CSV本身就是文字檔啦 只是副檔名 文字檔是點TST嘛 可是那個CSV副檔名是點CSV啦 其實都是文字檔啦 那你也可以呢 去透過這個方式把它抓下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去抓它的話 你可以這樣資料有沒有 從文字檔 然後你可以把剛剛這個網址 就是這個檢視資料裡面這個網址有沒有 直接就複製之後 把它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不管哪個版本其實好像都有長一樣的東西啦 所以把它貼上 那你說老師那這裡不是要個檔案名稱嗎 你怎麼貼個網址呢 其實一樣嘛 只是說 如果你假設你那個檔案是在你電腦裡 你就去找到 可是如果假設啦 因為為什麼一個網址 因為這個檔案是在一台主機上面的某個檔案 所以目前這個網址指的就是那個主機裡面的那個檔案的位置啦 所以他看不看得懂 你試試看就知道了 開啟 那你會發現這個時候他連在 有沒有東西 有東西嘛 而且他還蠻聰明的 他會幫你偵測到你的編碼方式 如果你選錯的話 假設你選的是這個檢體 你會看底下亂碼了 那你要選擇正確 他好像理論上都會辨識正確 然後下一步 那這邊的話是什麼風格 逗點嘛 OK 然後下一步 然後最後的話呢就是按完成就可以啦 他會放在哪裡 放在A1嘛 OK 完成 在A1按確定 這邊就OK了 那實際上嘛 這個動作 如果你把它錄下來的話 他 我們這邊教室用的好像也是舊版的 雖然他是2016 可是我發現他錄下來也是Credit Table 但是如果你在別的電腦 他2016錄下來是新版的 這個有時候 好像版本好像沒有 因為這邊的是標準版 這邊是標準版 標準版沒有更新吧 我在想 然後呢 2016的 專業版 專業版有 就會有那個Credit 不過還好這邊是舊版的 我發現舊版好像有些地方反而 比較好用啦 我覺得有些地方 OK 好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剛剛解決了第二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地方的日期 OK 但是你會發現我們剛剛是用公式有沒有 插入一欄嘛 然後用DATS函數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自串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先等於LAPS 然後中間串接一個斜線也可以啦 反正你串兩個斜線在文字的中間 把它當文字他也可以接受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假設我現在做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已經改正確對不對 那如果我現在再執行一下什麼呢 執行一下匯率下載會怎麼樣 清掉 他又恢復了 所以很麻煩耶 如果假設你是一半用程式 一半用公式 那其實等於就是做一半 所以有很多事情如果你要做 可能就要做全套的 所以接下來你就逼他寫什麼 這個下載完之後 然後把A欄這裡面的 這個就是錯誤修正啦 所以也許我們底下可以再寫一個 這個可能要自己寫了 不然的話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錄的也可以 把剛剛那個有沒有 你插入一欄 然後再把它公式做出來 然後再貼回 可能但錄字有點太麻煩了 本來很簡單的東西你錄下來 所以我們乾脆自己寫好了 最後等一下 那教各位怎麼寫 如果你要寫一個叫修正日期的一個程式的話